那么疫情警戒降级到了二级的第一天 市长魏嘉贤是前往重庆市场关心防疫工作 而配合县政府的政策花莲各大传统市场 仍维持三级警戒标准不开放食吃内用 市长怎么办啦 看到市长到来 摊乡们忍不住诉苦 市长魏嘉贤也安慰业者们 大家再趁一段时间让疫情早点结束 才可以回复正常生活 虽然国内疫情警戒降到二级 但为了确保大家健康安全 配合县政府政策 花莲各大传统市场依然是维持三级警戒 不开放食吃与内用 在今天27号原本是降级的部分 那但是我们因应我们疫情指挥中心 跟县的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指引 那就是在我们市场内部的时候 还是暂时不能够来做食吃 跟餐饮业的营业的部分 内用的部分 那我们也要谢谢自治会的主委 特别的这样来配合 那因为昨天26号才收到公文 那我们马上来做相关的应变措施 那有些摊商已经是准备好 要开始来做营业了 但是也谢谢这些摊商的一些体谅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疫情 能够更明朗更稳定的时候 来开放相关的一个营业 那也保障我们摊商的安全 也保障我们来采买客户的一个使用安全 这段期间市场收入减少了七成 即使降级第一天 也没有看到人潮增加 我们生意降了大概目前只剩下三成 很多那些自产自销的那个摊商 他们甚至一天赚没有200块 那甚至卖衣服的一个礼拜都没有开张 真的是虽然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是要共体时间 把这个南瓜共同的给它度过下去 其实我们也是很怕说 一旦开放内用的话 一些外地客来 然后我们如果说开放内用的话 然后口罩拿下来会造成那个防疫的破口 其实我们都熟食摊 目前还是采取就是说原本的那个三级的那个防疫措施 他们还是不暂时不暂时兼那个内用 除了不开放试吃内用 进出市场同样要采食联制 量额温消毒首部并且全程戴口罩 施工所也建议大家一次买足买好快走 同样维持高度的防疫警戒 避免二级很快又变回三级 更要防堵疫情不要再度重来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